解放军为何一年要征兵两次? 是兵源不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解放军征兵 从2020年开始,我军征兵便执行两征两退的原则,即一年内征两次兵 同时对于当年退役退伍的士官,士兵也做两次进行 这这一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目前我军征兵难的结构性问题 以及兵源素质的提高问题 这其中暗藏的一大玄机,就是与大学生入伍密切相关 解放军一年两次征兵,具体是如何开展的? 主要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 上半年的征兵工作从2月中旬开始 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3月1日,征兵活动到3月底结束 而下半年则是从8月中旬开始到9月底结束 新兵批准入伍的时间卡在9月1日 而这就是关键所在 实际上就是增加各类院校毕业生或在校生入伍几率的关键 增加的一次下半年征兵,为何会成为大学生入伍的关键? 每年上半年的征兵是主要针对各类院校的往届毕业生和高职高专位毕业生,以及其他社会青年等 但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部分青年都是能有学上尽量去上学 而一些只有高中或高职毕业,甚至更低学历的社会青年 大部分可能都是混社会的状态,即便应征入伍也很难挑选合适的 而等到大专本科毕业的学生,往往入伍年龄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上限 因而只有想办法抓住刚刚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新生,以及大学在校生,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军征兵的兵源问题